将来入国务的7月1日 新军会 美国工庆同样在 然而 这个美国政客 却执意逆国际共识而动 继续对中国搞污名化 诋毁抹黑中方的抗议努力 企图借此转移视线 转嫁责任 用心极其险恶 袁克勤是中国公民 因涉嫌间谍犯罪 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依法审查 其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该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已经被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目前在依法办理当中 办案机关也充分保障了 袁克勤的各项诉讼权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